張勇 醫美 是嗎? 都事實出頭 然後分開七年 又在復婚 這是一件美事 因為聖經說 人的婚姻 人的愛情 還有家庭 都是上帝設立的 所以夫妻兩個人 不單單是丈夫和妻子的關係 而需要有三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男人女人是上帝創造的 那上帝就讓這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透過男女之間的愛情彼此吸引 而成立了婚姻跟家庭 所以婚姻跟家庭 不單單雙方關係 應該還要有上帝的參與 上帝的賜福 哇!你講得太好了 所以上帝為什麼要讓人 能夠透過婚姻 所謂的成親成家呢? 就是要賜福 你講得很好 所以上帝為什麼造人呢? 就是要把上帝那萬福的源頭 源源不斷地由天上交灌 賞賜 恩代 憐悯 源源不斷地蓄死長留的 所以你們真有福氣啊 因為在美國尤其大紐約地區呢 這麼多的男男女女 雖然你曾經 就是 那是結婚六年七年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結果 你看我們的張永雄啊 身強力壯 比牛還壯 你就常常去健身是嗎? 以前有 以前有 很壯很壯啊 所以基本上呢 你們能夠復婚 我說算是神蹟啊 算是神蹟啊 那你這幾年之間 我看你也是 你沒有再婚嘛 對不對? 所以你內心深處也一定有所盼望 有所祈求 但是相信今天來到這裡呢 都不受人 因為大紐約地區 有這麼多的教會 也有這麼多的牧師跟師母 那說真的 像何師母這樣的 可以說是打著當農 早幾年都找不到 現在是每天講到 那今天下午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也快有 快有半個acre 我們這裡的地 是兩點多acre 那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大概有半個acre 他今天下午一個人撿草 哇 一個人撿草 不是只撿什麼25乘100 而是 而是有半個acre 所以那個 基本上 任何人都非常非常勞累 馬上明天又要講到 每天早上7點鐘要帶領祷告 中午1點鐘要帶領祷告 晚上8點鐘還要帶領祷告 所以各種人事物 那實在是皆中而至 那感謝神的恩典 讓他能夠很有效率的去管理 去應付 所以面對你們有結婚簽證的需要 我們是非常非常歡迎 我們也一定會盡量配合 所以剛才師母呢 花了一點點時間 把神愛我們 這樣的一個真理 講解的也算清楚 那我在旁邊聽 也看到你們兩個人 是非常謙卑 也非常真誠 天上的神呢 一定非常非常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美姐妹 過去可能是跟著家庭 或跟著老家 哎呀我是信佛的信佛的 還不完全明白 那佛 那只是一個哲學 只是一個宗教 那我們基督的信仰呢 乃是物歸原主 來跟我說物歸原主 物歸原主 為什麼呢 因為祂是造物主 祂是創造天地人 創造時間空間 創造萬有的 自由擁有者 祂不是從哪裡來的 祂乃是萬物的源頭 是一切的主宰 所有都從祂那來的 那你說祂怎麼來的呢 祂是自己有永遠有 來說自己有永遠有 自己有永遠有 所以聖經中有一個摩西 就曾經問上帝說 上帝啊 你是我們祖宗的神 是我們亞伯拉罕 以撒亞克的神 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嗎 那上帝如何回答 祂不像說 別人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義美 你叫什麼 叫張勇 別人問我叫什麼名字 我們說我叫何志平 那上帝回答摩西說 我的名字是什麼 他說 就算一個叫太 own 這啥意思啊 上帝這樣的回答 那那個希伯拉罕 還有叫做亞未 英文把它這句話翻譯成 我們中文把那句話翻譯成 自有永有 那啥意思啊 這不是一個句型呢 一个句型是有主词 有动词还有受词 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型 那我是何志平 我是王彰勇 我是成义美 应该是完整的 那上帝说什么 我是我是 这啥意思啊 我们中国人不太懂 但是翻译成自有永有 然后他们西部人懂 这句话就是说 我是一切的一切 你需要什么 我都是 你需要平安 我是平安 你需要爱 我是爱 你需要能力 我是能力 你需要智慧 我是智慧 所以这个IMIM 这个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是一切的答案 它也是一切的源头 所以IMIM 它等于有一个填空题 那个填空题是什么 你需要的任何东西 它就给你供应 你有任何问题 它就给你解决 这就是爱 这就是神 所以你说释迦摩尼 我们一般从他叫做佛教的教主 回教的教主 我们从他叫做光亚莫德 咱们台湾很多很多人拜 马祖 马祖是福建的一个渔村的 他的名字叫林默良 这些他就没有说我是神 耶稣呢 他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当中 耶稣不断的讲 等于宣告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所以当初的很多宗教领袖 就非常气愤 你明明是一个人 还说你是神 因为一般人都把神看得非常非常神 神怎么可以变成肉身显现呢 神啊 肉身能够显现 那就不神了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耶稣不是神 耶稣再三宣告说我就是神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信耶稣 我们接受圣经上所传讲的基督真理 我们乃是物归原主 他是造物主 我们呢受造物 所以物归原主 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也可以说不是一个宗教信仰 因为他是一个物归原主 所以如果没有物归原主的任何人呢 在上帝来看就是浪子 就是浪子 那哪有一个爸爸妈妈不渴望他的孩子回家呢 那我们这些上帝所创造的 就是他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流浪在外头 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着急 他希望我们快快回家 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浪子回家 浪子回家 最大最大的幸福是谁 你说是儿女还是爸妈 是儿女吗 儿女当然幸福 可是最大最大的安慰是谁 就爸妈咯 那你们两个有几个小孩 两个 你们两个都有两个小孩 那你再婚之后有生小孩吗 那很好啊 所以你们男主人有两个小孩 结果你们还竟然分居了一段时间 现在能够复合 那两个孩子一定非常高兴 所以孩子快二十岁了 十岁了 大了已经十五岁多了 十五岁多 小了十四岁 那这几年都是你在呆 哇 你好了不起啊 你受很多苦 你们他也有帮忙的 哦 一起 哦 所以我们感谢神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就透过戒指呢 来再一次表明 我们在神面前 就是彼此愿意相爱 也愿意互相接纳 戒指有带来吗 有 所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吗 对对对 哇 很幸福啊你们 双方爸妈都在 对不对 两个女友在这里 哦 所以 这个戒指 再放大一下 对对 你看戒指是圆的对不对 是圆的啊 那请问你 这个戒指呢 你可以找到它的起点跟终点吗 起点跟终点 可以找到吗 找不到 找不到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在基督教的婚姻里面 我们都要用戒指 要来交换 有很多他们迷信的婚姻也有啊 他们就好像没有这么郑重的 来互相用戒指 来宣示 来表明信物 所以圆的戒指呢 还是提醒我们 神的爱 其实是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 好像神自己一样 他也是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他是无始无终 无形无影的 是随时与愿意 向他敞开的人 同在同行的 所以当你们一看到 这个戒指是圆形的话呢 你就要想到 他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还是象征神的爱 那为什么用圆形的 不用方形的 不用这个 不用其他形状呢 因为圆形是我们最渴望的圆圆满满 哪一个人不渴望 你的婚姻圆满 你的儿女圆满 你的职业圆满 你的人生圆满呢 所以圆形就代表说圆非常圆满 那我们看月亮呢 常常看到 初一十五月亮不一样 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代表你的心成长不一样 变来变去 其实我们看月有月圆 有月缺 阴晴圆缺 可是呢 如果从天上的角度来看 那请问月亮有圆缺吗 那从天上的角度来看 请问太阳 是永远光芒万丈的 还是太阳也会 会会会会 会不发光啊 一下雾云 一下好像 这个等等 你觉得呢 天上的太阳是永远 永远光芒万丈的 地上看 雾云密布 太阳不见了 可是你在雾云之上呢 坐飞机 飞到云层之上 那个太阳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然后呢 我曾经坐飞机啊 竟然看到几次 是两个彩虹 圆形的彩虹 两个圆形的彩虹 那我们在地上看 都是看半斗 对不对 可天上呢 竟然看到两个圆形的彩虹 所以我们要晓得 第一 圆就是说圆满 天上的所有星球都是圆的 都是圆的 所以神的本意 就希望你们圆满 更希望你们的生命圆满 生命圆满 可是我们的生命呢 不可否认 很多人都觉得心中有空处 有一个虚空 空虚 对不对 而且都觉得说 不是金钱 不是物质 也不是知识 也不是权力 也不是地位 能够填满的 那个空处 甚至连爱情都填满不了 有过爱情的人 就觉得说连爱情都填满不了 如果没有爱情过 他还觉得说 结婚之后呢 我空处就满了 对不对 如果真正满的话呢 那就不会再继续外遇 继续去寻找 内遇外遇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代表 我们心中的确有个空 可是那个空怎么来的呢 那个空 根据圣经说 因为神爱人 神造人的时候 神就住在人的心中 可是人犯罪 人呢 是逆天而行 背道而辞 人呢 是自以为神 自以为义 结果呢 人心中就肮脏 污秽 败坏 龌龊 那圣洁的神 祂是完美 是荣耀的 祂就离开了人的心 人的心就空了 所以人的心为什么会空 最后神离开人的心 那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圣经说 马槽是一个记号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心 你知道吗 就是神的爱 透过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要告诉我们 是人啦 是人啦 你的心曾经肮脏误会过 我曾经离开你的心 可是我为了要爱你 我为了要救你 我现在愿意降生在你那颗像马槽的心中呢 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 只要你愿意承认 把你心中像马槽一样 枯干 窝囚 肮脏 污秽 我就愿意降生在你那颗像马槽的心中 所以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做什么呢 把我们的心打扫干净 怎么打扫呢 刚才神父讲了 用他自己的血 用耶稣自己的血 十字架上的薄血 要把我们的心洗干净 所以你看很多死法 上吊不会流血 对不对 那你说割碗啊 砍头啊 切腹啊 都会流很多血 可是十字架的死法呢 还是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 为什么耶稣 他要透过十字架的死 一点一滴的流血呢 原来上帝的名义是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犯太多太多的罪了 而且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再犯罪 你知道吗 从早上到晚上 从起床到上床 也是一不小心 嘴巴就讲错话 念头就歪就斜了 所以我们就点点滴滴 从小到大 那耶稣的十字架上的血 就点点滴滴的 来承担我们的罪 来洗刷我们的罪 那我们到底犯什么罪呢 要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原来在神来看 罪不是说谎杀人偷窃 这些而已 真正的罪就是说 神说我是神 我们不承认祂是神 祂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不承认祂是我们的父亲 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羞辱跟背叛的罪 你知道吗 所以神说这个 我是爱 人要彼此相爱 人呢 人就偏偏要什么 要彼此相恨 彼此仇视 对不对 所以人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都跟神敌对 这个方向叫什么 叫十字架 神叫人往东 人呢 偏偏往西 神叫人往上 人偏偏往下 所以这种方向叫什么 叫十字架 所以上帝就让耶稣 这位带罪高阳 承担了全人类的 所有跟神方向不同的 罪恶和心思意念 所以这种爱事要太奇妙太奇妙了 所以你们以后就要看到 圆形的戒指代表什么 上帝希望你圆满 生命也要圆满 不单单婚姻圆满 儿女圆满 生命也要圆满 因为如果你没有物归原主 如果你没有跟这位生命的源头连结 没有跟这位爱的源头连结的话 跟你讲 再有爱的夫妻 有一天爱都会用完 虽然你们是再次复婚 但是说真的 人总有情绪 哪一天不小心又吵架了 又冲动了 又离了 又有可能 可是你知道神是爱的源头 你愿意让你的生命圆满 你愿意让你更多更多的 与神这位爱的源头连结的话 那神就会担待你 神就会帮助你 神就会保守你 让你的婚姻真的是圆满 因为生命圆满 一切就圆满 因为生命是根本 所以求主帮助你们 又看到戒指是圆形的 代表神愿意圆满 愿意圆满 所以第二个呢 看到戒指 就想到双方成金 你们当然最早结婚的时候 你们有交互过戒指吗 有 在福州吗 不是 也是在美国结婚 也在美国结婚 虽然四十四十年还年轻 所以基本上呢 那戒指呢 就是男方为女方戴 女方为男方戴 是想到说 我们是彼此已经约定好 是彼此归属 彼此信任 彼此接受 彼此成全 彼此祝福 所以你戒指 他也戒指 你就想到说 我属他 他属我 所以对双方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信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是对双方对自己 第三个对外人 是对双方的提醒 对双方的提醒 对双方的提醒 所以就在双方的提醒 对双方的提醒